梭子蟹最好吃的 八种花样做法 简直好吃到舔手指 第一种 我认为梭子蟹最鲜美的做法就是做成豆腐汤了 眉毛不浓的不建议尝试 五块一个的梭子蟹对半剪开 再剪成小块 锅中油热炒香姜丝 倒入梭子蟹 大火煎炒一分钟炒至微黄 一定要冲入我家的开水 开大火煮三分钟倒入嫩豆腐 调味加盐 胡椒粉再煮两分钟 最后放上葱花即可出锅 真的太鲜美了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种 梭子蟹做梦都没想到 把自己做成咸蛋黄的口味竟然那么好吃 只要你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把十块一斤的梭子蟹用我的剪刀剪成缓块 蟹肉刀口的地方均匀地撒上生粉 油热下锅开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辛黄酥脆捞出备用 锅流底油放入两个剁碎的咸蛋黄 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煎好的梭子蟹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小葱花增香即可出锅 咸蛋黄的咸香包裹着蟹肉的鲜美 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你也点赞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种 现在正是梭子蟹肥美的季节 像我这样做成椒盐的口味 小香酥脆大人小孩都爱吃 记得收藏哦 十块三只的梭子蟹用剪刀剪成小块 在蟹肉伤口的地方粘上一层生粉锁住营养 油热下锅煎炒至金黄酥脆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您 另起锅下入蒜末青红椒炒出香味 放进梭子蟹 调味倒入椒盐粉 放上一把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梭子蟹焦香肆意做法简单 喜欢你就点个赞收藏做起来吧 第四种 每当梭子蟹上市的时候 我都会做这个生烟梭子蟹 头肝软糯鲜香太好吃了 十块一斤的梭子蟹打开蟹盖 剪掉蟹腮和蟹嘴 再把蟹肉剪成小块 碗中放生姜末 蒜末 小米辣 香菜 20克盐 60克白糖 10克胡椒粉 30克蚝油 100克生抽 150克米醋 100克纯净水 这就是万能的生烟料汁 可以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把料汁淋在蟹肉上 放进冰箱冷藏半小时即可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第五种 这个季节的梭子蟹特别的肥美 不要总是清蒸红烧了 像我这样用海盐焗出来的肉质更香更鲜甜 十块一斤的梭子蟹剪掉皮筋 首先倒入出海盐肠热 我天天都在认真教做菜 您就点个小红星支持一下 真的非常感谢 再加入香料和生姜丝一起拌匀 这样焗出来的海鲜不仅有鲜味还有香味 接着盛出三分之一的盐备用 整齐地摆上梭子蟹 再均匀地撒上当当盛出的海盐 盖上盖子中火焗十分钟 一打开盖子满无飘香 这样用海盐焗出来的梭子蟹更加地保留住鲜味 第六种 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 学会这道简单的葱油梭子蟹 以后就是你的拉手菜 十块一斤的梭子蟹打开蟹盖 蟹掉大脚用刀拍一下方便入味 再把蟹肉大蟹八块 整齐地摆在盘中 蟹盖摆在中间 水开上锅蒸三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太长肉质就老了 放通花椒热油 淋上蒸鱼骨油就可以了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可以关注天天 让你天天做菜没反忙 第七种 螃蟹炒年糕到底要不要加水 很多人第一步就搞错了 做法您可要认真看了 首先十五块两斤的螃蟹开壳 用剪刀对半剪开 剪成小块 刀口处沾上生粉 防止肉掉出去 下入油锅慢煎 一个红鲜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支持 这个视频麻烦您就点个小通心 非常感谢大家 先至表面金黄 放生抽 少许老抽 蚝油 一圈料酒 加入冬海水 倒入切好的年糕 再倒入蟹壳蟹角 扣上盖子焖煮三分钟 让螃蟹的鲜味充分融入到年糕中 最后迅速翻炒 均匀收容 汤汁即可 哇塞 这样做的梭子蟹炒年糕 鲜香味美 好吃到流口水 第八种 以后梭子蟹不要只会清蒸了 我开饭店的时候知道 梭子蟹煮年糕汤是周周必点的 今天就把做法揭秘给大家 记得收藏哦 五毛钱的五花肉下锅边炒出油脂 然后再推到一边 倒入两个鸡蛋液划散炒熟 放上通姜去腥增香 放进十块钱两斤的梭子蟹 开大火把蟹肉的鲜味炒出来 倒入适量的开水锁住营鸟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 非常的感谢 接着下入丝瓜和胡萝卜 倒入切好的年糕 调味加盐鸡精 半勺生抽 再煮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梭子蟹年糕汤全家人都爱吃 喜欢的话您就点个赞收藏试试吧 小红星